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触目惊心 巴尔地摩大桥遭撞击坍塌 2024年波士顿OpenStreet日期地点现已公布 以特殊教育老师被指控死机三名残疾学生 警察敲杀精神病男子后支付470万美元和点金 谨慎购买 波士顿EFamily Dollar出售过70 触目惊心 巴尔地摩大桥遭撞击坍塌 昨日 巴尔地摩Francis Scott Keybridge 因一艘失去动力的大型集装箱船撞击支柱而坍塌 导致车辆和人员落入帕塔普斯科河 拜登总统昨日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表示 将与国会商议让联邦政府支付巴尔地摩Francis Scott Keybridge的全部充建费用 美国东海岸警委队的香农吉尔里斯少将 在当晚的发布会上表示 当时桥上有8人 大桥坍塌后全部落入水中 目前已救出2人 另外6人失踪 初步推断可能已经死亡 救援行动于昨晚7点半暂停 转为维修大桥工作 根据搜救时间长度 搜救努力程度以及水温 官员们认为不太可能找到生还者 潜水员已于今早开始打捞工作 2024年波士顿OpenStreet日期地点现已公布 波士顿市长吴弥昨日宣布 新一季的波士顿开放街道OpenStreet 将首先于5月5日在Dorchester开始举办 今年的首次开放街道活动 将于上午10点半至下午5点 在Dorchester Avenue举行 而后续活动将分别于6月 7月和9月底 在其他地区如Roxbury Jamaican Plain Austin Brighton等地举行 据悉 波士顿开放街道项目于2022年启动 其目标在于将街道转化为蓬勃发展的公共空间 以帮助社区的长期发展 以特殊教育老师被指控袭击三名残疾学生 在普利茅斯县 一名56岁的特殊教育教师凯瑟琳·卢梭 因涉嫌在Bridgewater Elementary School 虐待三名学生而受到指控 此案由一名员工报告至州儿童和家庭部 引起警方调查 卢梭被控抓伤学生嘴唇并强迫卫视之呕吐 对此他拒不认罪 自2002年起 卢梭在该区域从事特殊教育工作 目前被禁止借鉴工作场所和受害者家庭 他将在5月再次出庭 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察枪杀精神病男子后支付470万美元和解金 波士顿市同意支付470万美元 给特伦斯科尔曼的母亲作为和解金 2016年 31岁的科尔曼因精神健康危机被警察枪杀 事件发生后 齐姆·霍普提出诉讼 指控警方处理不当 此案凸显了警方在处理心理健康危机方面存在的问题 尽管提出了改善意见 但迄今为止还未见明显改变 和解金标志着对科尔曼家族某种程度的正义实现 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公共卫生和安全处理方法需持续改进的呼声 谨慎购买 波士顿以Family Dollar出售过期食品 在波士顿丹威尔地区 一家即将关闭的Family Dollar商店被发现货架上陈列了多种过期食品 据悉 民众在该店内发现了近十几种食品 其最佳使用日期或销售日期以过期至数周数月 尽管Family Dollar未回应评论请求 店内一名经理在这些过期食品被发现后 立即将它们从货架上移除并开始检查更多商品 根据麻州食品保护计划规定 过期食品在某些条件下仍可出售 但需明确标记并与非过期食品分开 然而在Danvers商店内未见到任何此类标记 该报道引起了消费者的关注 他们对商店出售过期食品表示惊讶和不满 强调应有人监控食品的有效期限 以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TO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 生物科学全美第三 工科全美第四 艺术全美第十一 计算机全美第十二 商科全美第十五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 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籁一年 课计rolや博心葬 состав de10 Lori 在山北都有该运民族的地方 有苏 Innovation 正式 出道 广场 你 调 脑项